245...40...19... 245...40...19... 開始啦 哈囉,粉絲團的朋友,大家早安 哇,今天很早 這台車其實我們是從八點大概 八點半到八點四時開始施工 大概可能不到兩個小時 為什麼會施工的速度那麼快 因為這台車的底盤 就是經理最熟悉的 MQB 的底盤 那這款車其實我們最常拆裝的應該還是Golf 的期待 那包含了衍生出來的底盤 像是 Skoda 的 Atavia 或者是 Skoda 的 Super B 甚至是這款車的 這款車是福士的 Passa 這款車 Passa 是維根的車款 那維根的車款後方的重量略重一點點 其實我也忘記了之前有沒有開過 Passa 的直播分享 那其實這一款車的底盤架構 大概 95% 都是跟 Golf 期待一樣 可是它的車重比較重 所以它的後方彈簧的配重 還有前面的阻鈴 還有前面的彈簧配置的話 就稍微不太一樣 那這款車是 1.8 升的 1.8 升的渦輪延期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車主的話其實原來也有改裝了幾樣東西 譬如說 19 吋的鍛造鋁圈 因為 19 吋的話其實重量都已經蠻重 所以如果預算許可的話 當然還是推薦鍛造 那如果要省一點的話 就可以選擇炫壓 原廠的也不是不 OK 但原廠的重量就特別重 而且是沒有辦法把車子各進化 所以今天改裝的鋁圈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這個漂亮的鋁圈好了 這個是 19 吋的 升旗之後的規格應該是 245 的樣子吧 245 40 19 所以這個重量的話 搞不好比原廠的是 8 還要更輕 原廠的避震器 這個是前面的 這一款車是 2015年的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它其實跟 Golf 的期待 真的就都一模一樣 然後前面避震器 我們一般來說 避震器前面的話 賣花承一定都會分左邊 右邊對吧 那這一台車的避震器 有時候我們寄到店家 常常會有一個店家很仔細 會問說經理經理 這個是不是寄錯了 怎麼兩邊都一樣 怎麼兩邊都同一邊 但是它的避震器很可愛 它的避震器是沒有分左右邊的 你看左右邊都是 所以左邊裝右邊 右邊裝左邊 都沒關係都可以 所以它的前面避震器 從五代六代七代的 Golf 開始 避震器就前面的話 都沒有分左右邊 然後這個是後方的彈桶 跟後方的筒身 它的筒身上面其實有一個上座 那這個上座的話 從 Golf 的四代 五代六代七代 都是類似這樣的設計 它有一個斜斜的上座 但這個阻尼 怎麼說這台車都還是歐系車 那歐系車它比較擅長的 就是底盤的設定 所以它的阻尼 如果這一款車是 是 Toyota 也好 或者是三菱的 或者是 Nissan 的 它的阻尼 就比較輕一點點 如果昨天有看經理直播的話 那一台車是 RAV4 的五代 五代吧 五代的話 其實它的底盤架構 跟這個還蠻接近的 可是我們在壓阻尼的時候 五代的就特別軟 就比較軟一點點 但是五代的 其實它的底盤 已經比四代的好很多 因為五代是 TNGA 的底盤 那這個四代 MQB 底盤 它的底盤表現其實就有相當相當高的一個水平 那車主的話也是來公司 試乘我們的 試乘車 Golf 機帶之後 才決定今天就約來安裝 這個是後方的阻尼 算硬的喔 算還不錯囉 這樣的阻尼壓其實不科學的 一般來說 會用我們工廠裡面的阻尼測試機 它會壓 它會模擬每秒0.3公尺 就每秒30公分的一個速率 來看看它的阻尼曲線 這樣才比較科學一點點 這個是後方的阻尼 那改裝KT之後 有兩個最棒的地方 第一個 車高可以做調整 像這台車其實它原本的車高就不算高囉 後方的話 輪胎上遠到葉子板還不到30V 只有45mm而已 就是輪胎的上遠到葉子板 它前面的話大概50mm 就大概30V左右 所以車高其實這台車已經算低矮了 算很好看了 車主的話因為改裝了19吋 它希望的車高 蠻低的喔 前面一直半 後面的話一直伏 那這款車如果 之前有看過經理介紹過Golf的話 這款車其實底盤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車高降下來之後 一般來說 後方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它的CAMBER 後輪的CAMBER一定會變趴 變趴之後輪胎內側就會磨耗的比較快 輪胎內側磨耗比較快 輪胎整體的使用的公里數就會變短 像這個輪胎才剛換沒多久 如果定位沒有做好的話 它有可能一萬多公里 內側就磨光 這樣就很浪費 像昨天的RAV4 它就有改裝仰角調整器 做這個角度 但是MQB這台底盤的話 沒蓋 因為它原廠就有一顆 上面就有一顆偏心螺絲 來調整後輪CAMBER的角度 除非要趴的角度 像這個月初的話 到利寶賽車場之前 有去做一個底盤的設定 後輪的話 大概最趴可以做到 1.7度1.8度左右 那如果要比這個CAMBER角度更趴 或者是更正的話 那才需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不然這台車MQB的底盤 後輪的速腳 CAMBER都能調整 所以這台車基本上 做真的底盤設定的還不錯 後面要介紹那一邊 後面已經裝好 其實前面跟後面都裝好了 因為剛剛經理有點忙 所以現在師傅在等我 我們介紹快一點點 這個就是上方 要沿用原廠上座的地方 那在上座的下方 跟共有其他其實真的都一樣 它在下方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就是在調整後面的阻尼 從這個地方來調整 那這裡有一個調整機構 調整機構的是在調整後方的車高 這台車它的上橡皮 還有下橡皮的話 都要沿用原廠的 都要沿用原廠 那這台車也有一個地方要注意 就是筒身千萬不要縮得太短 縮得太短 它的彈筒預載過多 就會不好做 然後筒身的說明也會縮短 可是啦 因為它的筒身是在支閉上面 所以也不太允許會有太多安裝上的失誤 簡單來說 就是稍微有做防呆 所以這台車 我們比較少遇到說 像是Civic 9代 Civic 8代 FIT TIDA這些的 筒身做得太短 它彈筒就一樣做得住 那就不OK 這台車還OK 還OK 比較不會有安裝上的失誤 那這個有附饅頭 上面裡面有一個白色的饅頭 有這個專用的防塵套 它的密合度 就剛好這個直徑都是一樣的 有人說那個7.5代的那個 後面避震器的那個防塵套很容易掉下來 對啊 這個講的應該是原廠的啦 好 那我們既然車友有問這個問題了 車友提到的問題 那邊收音不到 經理再附送一次 車友提到的問題就是 Golf的這個車系 其實不只Golf 像是Mazda 5的話也有這樣狀況 它的防塵套很容易會掉下來 因為它的防塵套是框在上座 框在上座的上方 還要用一個束帶把它束緊 那這個如果掉下來的話 通常是這個的束帶 或者是這個防塵套 久了硬化了 但這個沒關係 我們保養的時候把車撐起來 請保養廠幫我們把這個把它固定好就好 因為這個其實不太會壞 可是裡面的這個 這個叫饅頭 你看它的形成這樣子 它的饅頭就占掉那麼多了 那它的饅頭 這個算是一個發泡的材質 如果時間久了 它會一般我們叫水解 會粉化 會變成粉狀 所以它一樣 如果沒有在車上 我們放在大氣當中 它一樣是有壽命的 所以這個的話 剛剛車友講的 應該是這個防塵套會掉下來 那這個的話再把它束緊就好了 這個其實不太會壞 尤其是這台車的後上座 如果不要泡到油漬的話 其實用個十年二十年都還OK 因為它的上座的話 結構很單純 那前面的上座就是消耗品 前面的上座KT的話 是有附一個新品 前面的... 前面的上座在這裡 這顆是1.8升引擎 這台車如果是380 我記得也有... 跟... 跟什麼... 你說問題喔 不好 7.5帶後面的避震器 很不好調整 防塵套 防塵套很容易掉下來 防塵套本來就是下來的喔 KT的設計 它本來的防塵套 就是要框在下方的 調整的話 如果啦 因為後方喔 如果車高啊 降到大概半指幅 一指幅之類的 因為像經理的話 幾乎都暢連的 我們手指頭啊 就伸不進去的 所以會蹭車高 蹭高的時候 把手伸進去調整 還有一個方式就是 如果車高沒有降很低的話 有一個Mega 就是我們停在坡道當中 然後拉手煞車 它的後面屁股翹高之後 輪胎上緣跟葉子板距離開掉之後 我們就手就能伸進去調整 那修理車的話 經常經理就會跟車友們介紹這樣的秘技 購斧七代的話 可能比較難一點點 因為購斧七代通常降低的幅度都很大 手伸進去的空間就比較受限制的 所以就會蹭車高的時候再來調整 這一款這個是1.8升 那前面上座跟購斧一樣 都是在這個地方 先高之後 從這個地方就能調整主 往順時針變硬 往逆時針變軟 那調整的方式 第一個 胎壓要先正確 正確之後 左邊跟右邊 阻尼一定要對稱 前後的話可以不用對稱沒關係 好了 那下方的話 上座 這個有附上座了 然後它的前面避震器 剛剛提到了 左邊沒有分左右邊 所以這一條彈簧是 180場 8公斤的規格 因為 PASA的車頭的話 會稍微重一點點 所以我們配置8公斤 然後離載串的話 就直接沿用原廠的規格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離載串的話 如果把它固定點縮短的話 它的離載串其實作動的角度已經很大了 那這樣的設計其實有 原廠我覺得它的初衷應該是說 讓它左右邊線不用分邊 可是這樣的設計 它離載串 在我們在轉左思點 跟右思點的時候 它離載串作動角度很大 所以這個的離載串 萬一有改短的時候 我們也有經驗 它的離載串的壽命就會縮短 因為 長的時候 它作動的角度不用那麼大 可是縮短了之後 左思點跟右思點 它的作動範圍 有可能會超出這個離載串的一個角度 所以離載串的壽命就會縮短 所以這樣的設計 最棒的方式 還是沿用原廠的離載串 像是在 在歐系的 KW的 或者是 貝士奔 這些大廠的話 Olinx也是一樣 那都是沿用原廠離載串 所以這個設計的話 我覺得是比較很OK的 那日後 也許有可能開個三五年之後 這個離載串壞掉了 要在做購買的時候也很方便 服飾的原廠太貴 那我們就不要跟原廠買 那我們就買副廠 價格也很OK 那選擇性也多 所以用原廠離載串的規格 會對日後的維修上 會比較方便一點點 那KT的話 就是為了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也是一樣 沿用原廠離載串 好 那前面的設定 會比較簡單 前面的話 如果要調整車高的話 就把便電器把它拉長 要降低的話 就把它縮短 那這台車能夠降低跟 最高的幅度 大概有辦法跟原廠一樣高 PASSA的 這台是PASSA的Wagon 最高的話大概原廠一樣高 最低的話 幅度也不少 因為它後方的葉子板 是沒有L型的折線 所以它降低的話 也不太至於會磨到 除非是鋁圈升級的ET值不對 或者是 太寬的話太寬才有可能會磨到 那一般正確升級的話 其實都還能夠降得滿低 都還不至於會磨到 那這款車 MQDB的底盤 KT的台中工廠 就有試乘車了 所以如果 車友們有需要試乘的話 那請跟我們小編聯絡 那如果剛剛的直播影片 或者是人還有其他的問題的話 再請跟我們小編聯絡 今天的直播影片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掰掰